台湾是占全世界茶产量1%的产需 即使到现在 其实台湾茶都是以1%的量 跟全球99%的茶竞争 当国际的茶市兴起之后 很多人开始开茶厂了 那开茶厂就变成 我的产量没有增加 但是我茶厂数增加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在抢茶清 张家在日治时代就已经很有钱了 然后在国府时代的时候 他们是因为通货膨胀致富 确实有人是利用通货膨胀赚钱 就是张家 因为他们有益富 对于国民政府来讲 那时候急欠缺外汇 所以当茶它等于外汇 等于国家可以在台湾安身立命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作物的时候 那政府的介入就会更深 就像茶屋里面风暴一个人 然后每一个人都在里面废题 然后想找个地区的战 1950年卡在一个不新不旧的桌前 其实很难被界定 那我们这次主要不一样的就是 我们在讲的是一个 当时的富有阶级 听起来是富有 但是其实他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非常难过关的事情 我们的刻板印象会觉得说 在那个年代 大家其实还是在一个很艰困的年代 可是我们是不是曾经感受过 那个时代除了这个层次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层次 例如比较上流 社会的一个生活的样貌 它可以是精致的 古典的 打破你对时代的想象的 它是有美学的 但你同时也借由这样的一个时代去认识 那个时候 不管是庶民 或是比较上流 生活的一个气味 以及样貌 我知道有很多的茶商 他们当时是非常骄傲的 他们会说你看 这是当时我们出口到 什么国家 什么国家 什么国家的一个红茶 只是说发展到今的时候 我们从来没有人真的去认真了解 那一段茶存在台湾 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 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 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惊奇 我也觉得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应该要知道 那个时候台湾 是这样子在做出口贸易的